今天我们来关心中国大陆跟香港 首先是阿里巴巴宣布撤回此公司叫菜鸟智慧物流的上市 原因是因为发现港股低迷 没有办法反映他们这个物流的价值 财富缩水同样反映在富豪榜上 最新公布的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 中国企业家的总财富比2023年大减了15% 消费市场依旧持续萎缩 iPhone2月份在中国的出货量 比1月份大跌了56% 同时是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下跌 北京市中心的这家Cucci站卖店 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添购当季精品的热门地点 如今却出现买气下跌趋势 因为手里的钱可能也是相对有限的 那他会更多的考虑说 我要钱要花在哪些地方是最重要的 然后要怎么去花这个钱 在花钱的过程中的话 他可能也会去进行一些比价 然后再多次的考量 他可能不会再说像原来的冲动消费有那么多的 这种精打细算的消费偏好 与荷包越来越干扁有关 而且财富缩水的普遍程度 连百万富豪也无法避免 胡润研究院周日公布的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 上榜的中国企业家总财富就比去年大减15% 70岁的中闪闪以450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 连续第四次成为中国首富 然而中闪闪的最新身家却比去年少了9% 全球排名也下降6名跌到第21位 此外中国总身家达到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 今年只剩下814人比前一年少了155人 占全球落榜总数的75% 从10亿美元富豪人数的年度变化来看 更不难发现近两年中国富豪人数持续下跌 从2022年中国富豪人数比美国还要多出近六成 到如今两国人数已经相近 实际上胡润稍早公布的2023胡润财富报告里面 也显示中国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 已经减少千万人民币资产的高净值家庭 更减少了1.3% 亿元人民币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 减少幅度更高达到3.8% 若以美元计算 作用超过3000万美元身家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 减少幅度最大达到4.5% 报告坦言疫情冲击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 是中国富豪家庭数量下降的主因 也导致富裕以上家庭的总财富缩水3.6% 跌到158兆元人民币 尽管富豪们的身家缩水了 这比财富仍然可观 甚至比中国全年GDP总量还要高出30多兆元人民币 富豪们虽然可以透过多种避险工具 降低财富缩水带来的冲击 但低迷的市场氛围却是整个大环境里 谁都逃避不了的现实 这也让半年前曾经大动作推动旗下菜鸟智慧物流 到香港IPO的阿里巴巴 周二宣告改嫌议策 阿里巴巴宣布撤回菜鸟的上市申请 并且涉及最高37亿5000万美元 会购少数股东和员工的股权 阿里巴巴不但撤回菜鸟上市 还要以每股0.62美元的座价回购股权 这反映菜鸟当前估值仅有约103亿美元 远低于去年10月推动上市时 超过200亿美元的市场估值 阿里巴巴主席蔡崇信则在电话会议中坦言 当前IPO市场低迷而且缺乏流动性 无妨释放菜鸟内在价值 应推上市没有意义 还不如趁当前机会好好发展壮大菜鸟 除了股市短期内看不到太多起色 高端消费市场也持续萎缩 例如全中国智慧手机市场光是2月就萎缩了近三分之二 其中苹果iPhone在中国出货量 今年2月比去年同期下降约33% 比上个月更大跌56% 这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iPhone在中国销售降温除了受到市场竞争 以及地缘政治加大的影响 对手华为去年推出的新机抢走不少市战略之外 另外一方面更显示 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不愿意在非必需品上花钱的趋势 就像苹果最新旗舰店上周四在上海开幕前 部分民众对粉丝彻夜排队的不认同 为了刺激需求 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再次宣布降价 周一改版新上市的海豹荣耀版车型大砍1万元 只要约18万元人民币也就是79万多元台币就能开回家 手机大厂小米旗下首款电动车更将在周四正式上市 只是售价仍然保密 相关电动车应用程式目前已经在应用商店上架 率先打响汽车行业价格战的特斯拉却即将进行涨价 特斯拉的Model Y将从4月1号开始涨价5000元 至于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则是一边降价 一边计划减少在中国的产量 让上海厂房内原本一周六天半的工作时间缩短到五天 有分析认为 价涨量缩的目的是为了推升市场的预期与买气 TVBS新闻综合报道